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于成交量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过 成交量的部分我们观察的第一个重点是1027亿 而价格的部分是9246点 那讲到这里呢 观众朋友当然会想说 老师 那今天量也没有 那价格的部分又已经来到了我们当初所提到的9246点附近 所以夏老师这个地方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原则上量能一直放不出来的一个状况底下 加上说以今天的收盘价来看 已经离这个9246 也仅仅只有13点的一个差异的时候 夏老师要特别提醒大家 尤其是如果你手中有非常多弱势股的观众朋友 这个位置你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起来 一旦跌破了9246点 就如同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提到的 你手中的弱势股 你一定要加紧脚步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好 确实老师讲到了9246 是距离今天的点 9259确实只差一点点 量的部分还是只有700多亿了 但讲到今天盘面上 有一档个股它真的是很微妙 我们说谈到它是非常强的跌升反弹股 这档个股就是宏达电 老师今天宏达电涨停了 难道是说所以这种跌升反弹股 我们是要来做短线还是说 这个时候确实有机会继续涨上去吗 好 我想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 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个宏达电从上个礼拜人人喊打 到今天这个礼拜的第一天 股价攻到涨停板 当然观众朋友会想说 老师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要偏多操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像宏达电这样子 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股票 我想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今天你做股票 你到底要做那个跌升反弹的股票 还是你要做波段多头的股票 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说 老师这两个有什么差异 都是涨啊 没有错 在今天事实上不只是2498的宏达电 走的叫做跌升反弹 往上攻到涨停板 事实上还包括了 像是过去也是跌翻天的 这一档个股叫做2439的美率 没有错 今天这一档股票 它也攻到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但是夏老师这个地方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就叫弱势股嘛 它走的叫做跌升反弹 我们刚刚提到说 大盘的部分 如果说跌破9246点 我当时强调的是说 你手中的弱势股 你要加紧脚步去做调整 那既然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叫做弱势股 我相信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股价 包括宏达电也好 包括美率也好 你如果有买在 比今天收盘价还要低的投资朋友 你做的动作 它一定叫做摊平 对不对 我觉得我一定没有讲错 因为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是手中有股票的 你才会在想在低档那个地方 去做低接 那我刚刚强调了 如果说9246点这个地方 一旦跌破 我希望观众朋友 对于这种弱势反弹的股票 你要见好就收 为什么这样子提到呢 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 你就懂了 今天我教给大家 宏达电你到底后续 你要怎么做观察 这个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这个是2498宏达电的一个 周线图 这个是周线图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一档个股 事实上过去它走的 都是一个空头走势 我想这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到了上上礼拜六的时候 它突然在发表说 它要调降猜测 对不对 从原本大概可以持平 到变成亏大概将近10块钱 就从上个礼拜一开始 这一档股票开始出现了 连续两根的跌停板 好那连续两根跌停板呢 这个地方当然出现了一个 空方的跳空缺口 这个是一个表态的关键位置 因为它从这个地方 连续用两根跳空的方式 向下去做一个开出的一个状况 现在我是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 因为这个时间点 是一个关键发动的位置 所以上上个礼拜五 那个收盘价 你手中如果有宏达电的 观众朋友你就要仔细听 上上礼拜五 就是发动那个跌停板的 前一天那个收盘价 基本上它如果没有站上的话 这告诉你一件事情 告诉你什么事情 这一波的低点 72块7 它未必是这个波段的最低点 观众朋友你要听清楚 如果说上上个礼拜五 那个价格你稍微自己查一下 那个价格如果短时间之内 它没有办法站上的话 72块7这个价格 它就未必是整个波段的低点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观众朋友 原则上 像是宏达电 像是美绿这种股票 还算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至少跌升之后 他们有做出向上的一个反弹 但是有更多的弱势股票 它是连弹都没有弹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很多人跟你提到 这一档个股叫做加联益 对不对 那这一档个股你看 老师今天涨两毛钱 涨0.89% 但是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事实上在上个礼拜 他不是宣布说 他要买库藏股吗 对不对 当天股价供到涨停板 但是也只有供这一根涨停板 你看 这个是当时股价供到涨停板的那一天 结果接下来三天的时间点 你发现这一档股票又不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你 真正正确趋势的一个方向 那个是产业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即便你要说 你要买那个库藏股 如果说你的产业趋势是不对的 那股票也不过就是反弹那一根停板嘛 对不对 好 这是加联益的部分 另外还包括什么 包括了过去大家看那个大力光 连续向上创新高的时候 都会去跑去买那个光学股嘛 对不对 例如说像是这一档个股 亚光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看到啊 你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一波一路跌下来 它有没有反弹 有反弹之后 接下来又再度接近了前波的一个低点 对不对 好 那除了亚光之外呢 另外包括了过去在油价大跌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你这个航运股 对不对 结果航运股的一个部分 你看油价也没有弹回到一百多块啊 但是那个股价 它已经回到当初相对的一个低点 我想长荣是一个例子啦 包括了阳明 包括了万海 甚至是长荣行 华行 我觉得观众朋友你自己都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不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你看这一波的股价 它是连续性的往下去做修正 它连反弹都没有弹嘛 对不对 那我想最经典的例子 当然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强调那个产业有问题的那一档个股 叫做3474的华雅科嘛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一档个股在当初5月29号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节目当中 我交给大家一个美感 我说你看 这个股价如果过去那一段时间当中 融资大幅度的增加 那你如果现在的股价 在融资增加那个成本的下面 它代表说这档股票 它有多沙多的疑虑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了 当时我画了这个黄色的区间 我告诉你说 当初华尔克融资增加在45块钱附近 那当时的价格是36块2 所以我告诉各位 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我说你还是要特别的小心 对不对 结果呢 你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你看到今天 台北股市 还没有创下波段新低 但是这一档个股呢 今天29块9 它是又来到一个波段新低点的一个状况 观众朋友你看 过去半个月的时间 我那时候5月29号 我再一次提醒你要特别小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36块 结果过了半个月之后 你看这一档股票 默默的又跌掉两成的一个幅度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我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 我一直告诉大家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要再一次强调 到底跌升反弹的股票 对上波段多头的股票 观众朋友你要赚钱 你到底要做哪一种 你今天如果做跌升反弹的一个股票 不论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个股也好 其实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就是在赌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很多观众朋友跟我讲说 老师我什么股票套牢 又摊品 我说你为什么要摊品 我说他就讲说 我要拼他反弹上去 我就可以少赔 什么东西叫做拼 就是没有把握 没有根据 对不对 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在股市当中 其实你不需要用赌的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股市是很长远的 股市是永远的 你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操作方式的话 你能够长期大赚小赔 你又何必担心 现阶段你手中套牢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你也不需要说为了那个 抢那个跌升反弹 冒着很大的风险 那个叫做虎口碾虚 那个叫刀口舔血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抢到 你到底抢到对还是抢到不对 那我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我们做股票 我刚刚讲了 你只要有正确的一个方法 其实你在股市当中 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就会发现你有很不错的一个获利 不是吗 但重点是必须要有方法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我也一直告诉各位 我们的方法很简单 就三个准则 第一个叫做买在别人都还不知道的地方 第二个是买在关键发动点 第三个是买在价值低估的时候 你说你做到这三点 你在股市当中操作会不会赚钱 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自己讲 我们就举例来看嘛 对不对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我们之前 在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要告诉各位 我说我们要提前庆祝端午节 对不对 结果你在今天 看到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跟你提到的股票 今天表现不是都很强势吗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3529的力旺 对不对 今天涨了多少 今天涨了26块钱 涨了5.95% 这个当然是呈现了一个强势的一个大涨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你看过去这半个月 当初很多人在月底 看到力旺连续拉两根掌停板 在这边 连续拉两根掌停板之后 是不是告诉你力旺有多好有多好 对不对 但是过去半个月 有没有在跟你提到力旺的一个部分 没有嘛 只有夏老师斩钉截铁的告诉各位 我说这个地方你抱力旺是对的 对不对 我是不是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样提 结果你看到今天 你是不是需要今天等着股价大涨26块拉上来之后 你才知道抱力旺是对的 不需要嘛 因为过去在节目里面 我们都告诉大家你要抱着力旺 这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的 除了这一档个股之外 另外包括哪一档个股 上个礼拜盘中非常热门的一档个股 叫做4966的F普瑞 你看今天这一档股票 367块是这个波段引来收盘价的新高 观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上个礼拜 礼拜四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 过去跟你讲普瑞 然后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都被洗掉了 都做获利出场了 对不对 结果在上个礼拜四 我是不是特别在节目当中 我特别强调 我说这一档个股 我们目前手中还持有 对不对 观众朋友你应该记得嘛 结果到了礼拜五 这样子的利多出来之后 股价跳空大幅度上涨的时候 观众朋友 那个时间点我相信你的心情很复杂 不论是你看谢老师的节目去买普瑞的 或者是你自己跑去买普瑞的 为什么会觉得很后悔 很复杂 很简单嘛 因为早盘 这一档个股一度要攻到涨停板的位置 你会觉得说 早知道我就不要这么早卖嘛 为什么 因为一下少赚了大概二十几块钱的空间 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你看那个股票快攻到涨停板 结果你去把它追回来 追回来之后 你到尾盘 你会觉得说 我是又买错了 对不对 早上往上拉高的时候 你觉得你当初卖掉是卖错了 结果当尾盘压回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好像又买错股票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你心中没有规划 你心中没有那个目标价 你当然会这样子的情绪 你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啊 好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又会有很多人跟你讲到普瑞这档股票 那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到底这档股票会不会继续涨 我觉得这个才是观众朋友 你要 你特别想要知道的一个位置嘛 那很多人讲说 这个并购安对普瑞很好 对不对 结果讲了半天 也讲不出哪里好嘛 所以夏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各位 基本上 当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去研究到底那个部门 为什么普瑞要去吃它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上个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它是用一亿美元 去并购Sepra's True Touch部门 好 这个部门 基本上 我们马上去做研究它的财报嘛 对不对 那你才知道说 这个对于 对于普瑞来讲 它的好处在哪里啊 我告诉各位好不好 基本上 这个部门 True Touch这个部门 它的每年的营收 是8000万 你说8000万没有多少啊 是8000万美金 因为它是外国的公司嘛 那8000万美金代表多少 大概是24亿的新台币 对不对 那24亿的新台币 对于普瑞来讲 有什么好处哦 我告诉各位 你在财报 你可以稍微查一下 谢老师不会讲 没有根据的话啦 我们讲的东西 都是有评有据 它去年 它的营收是62亿 好 所以问题来了 如果8000万美元 代表的是 24亿新台币的营收的话 那你并入这个部门 那你原本的营收 是62亿 观众朋友成长多少 成长超过30% 对不对 好 那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成长30% 你要看它能够赚多少钱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 所以我说 我们的研究员 为什么要资深的研究员 你必须要留意到 很多市场上 其他人不会留意到的地方嘛 普瑞在去年 不要讲去年啦 第一季 它的毛利大概也是40%左右 这个部门 我们查过财报了 毛利多少 也是40%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毛利一样 然后营收成长超过三分之一 那你说获利 有没有机会成长超过三分之一 去年 普瑞这一家公司 它的获利叫做16.48元 如果现在营收成长三成 毛利一样 那获利的一个状况 观众朋友 你可以自己稍微算一下 它的EPS应该是多少 那你说这样子的本益比算高吗 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可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看你从上个礼拜 你心情很复杂 早上喷出去你觉得卖错 然后追回来 快厂零半你追回来之后 围盘你觉得买错 因为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但是今天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股价的时候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必须要对于行情 你对于股价的部分 你如果不知道目标价 你就很容易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被洗掉 所以即便我告诉各位了 我说他并购这个部门 对于他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想观众朋友 你要赚普瑞的钱的 你想要把握这一波股价的一个走势 能够帮你创造最大获利的一个机会的 观众朋友 我觉得你们还是必须要跟上 夏小时的一个脚步 广告当中 拨个电话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回来 大家来了解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你们看 一样省水 不一样结果 凯撒金级省水马桶 比一般省水马桶 更省20% 水很珍贵 不要浪费 凯撒卫浴 谨兴兴自由 白老汇经典音乐剧 美女乐兽真实呈现 体验风靡全球的魔幻魅力 美女与野兽音乐剧 首度登台 8月13到27 购票请上UDN售票网 你猜一天你磨损了多少次膝盖 膝盖 撑起每一天生活的重量 别忘了对它好一点 FUJI IC组 不止消退 脚底 创新翻转式按摩 温柔呵护你疲劳的膝盖 我的犀利人机 IC组 KIMOCHI FUJI 全新的任务 迫切的危机 未知的旅程 3D震撼登场 7月2日 魔鬼终结者 创世契机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 复杂 难懂的趋势 心态 一定要改变 改变 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好 欢迎回到观点下 没有就从网面 我们来关心咯 今天外资还在卖 外资的卖超友 来到了43亿元 那么期货空 它的水位 还是有14000多口了 所以看起来 这个空方趋势还是不变 如果投资朋友 想要在这张震荡格局当中 来做获利的话 还有哪些强势个股值的留意 再把声音交给谢老师 好 我想选一其实说没有错 就是说短线上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不论说是成交量 1027亿没看到 那9246呢 离今天的收盘价 也就只有差13点而已 所以这个行情相对来讲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要先做到保护自己 所以弱势股的部分 如果你看到9246跌破 我刚刚提到了 如果你是低档摊平的 你要见好就收 那一些股票连弹都没有弹的 你当然要加速你 这个持股调整的一个速度 但是你说有没有强势股 当然有 因为我们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们只做波段多头的股票 我们不做跌升反弹的股票 而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你只要掌握住我们刚刚跟大家所提到 那三个条件 买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买在关键发动点 买在价值低估的时候 你就能够把握到盘面最强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 大盘下跌 但是你手中有力望的呢 我相信你会很开心 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今天你会觉得说 哇 有力望 盘有跌吗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对不对 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股价 这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的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关键发动点 关键发动点什么叫关键发动点 就是你左边有量 右边有量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双杠量 然后打出一个小底部突破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发动点 所以当初我在节目当中 4月24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讲的东西都是有评有据 网路上你去查销 是4月24号节目单 我绝对有在节目当中跟你讲这张股票 我不是涨上来之后 才在节目当中跟你讲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行情 4月24号在这里 当天收盘价333块 这一波先涨到362块 涨了29块 对不对 结果后续 你看到连续10天的黑K棒 不论是涨是跌 他连续10天的黑K棒 当时很多看技术面的投资朋友 一定会想说 谢老师胡说八道 这股票怎么可以买呢 结果你看到了 当关键发动点出来的时候 这股票怎么走 这股票是连续性向上飙涨 对不对 结果到了最近这半个月 从6月初以来 当初很多跟你讲力望的 在这连续两根掌停摆 才跟在谢老师后面讲力望的人 到这个时间点都不跟你提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技术面 又好像跟前面那个10天黑K一样 好像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今天这一根长红K拉出来 359块半到463块 它也是103块半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这个时间点你做什么样的股票 可以帮助你创造103块的一个价差 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观众朋友 你看这几天 当然我们在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当中 我们当然还是会做一些加码的动作 你看这加码的动作有多重要 我在节目里面讲 我相信你一定不敢买 对不对 但是你光看今天一天的行情 你看今天涨多少 今天涨了26块钱 一张是2万6 5张13万 10张26万块的一个价差 所以我告诉各位 我说我要提前庆祝端午 你今天如果说你一张 你赚了2万6千块的价差 你粽子你可以从今年一路吃到明年的端午节 当然会坏掉 不能够放那么久 但是就提前庆祝端午节 对不对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要赚到钱你才有办法庆祝 对不对 那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下午是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说这股票拿到这里 你一定不敢买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 告诉你到底一个IC设计的股王 它的价值应该在哪里 对不对 我也不是讲说单纯利望一档 你看过去 从西元2000年以来 2000年的4月 当时威胜是IC设计的股王 当时价格叫做629 然后过两年之后 这个联发科挂牌之后 它的最高点出现在2002年的4月份 是783 然后在经过5年的时间之后 2007年 出了另外一档新的IC设计股王 叫做8299的群联 当时的价格也来到739块的一个价格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 过去IC设计的股王 最低价格是在2000年 威胜的600多块 其他的联发科700多块 群联700多块 这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过去IC设计的股王 没有低于600块过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时候 观众朋友你当然不敢做 我讲说你不敢做的原因是因为 你不知道它到底应该会涨到哪里 那你既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为什么夏老师知道 因为我们有专业的研究团队 我们都是资深的研究员 我们当然可以算出 到底它合理的价格在哪里 搭配配合的适当加码的一个动作 你就看到今天 一天涨26块 这是一张是两万六千块的价格 十张是26万 那你说这个端午节 你不是可以过得很开心吗 你就不用看人家滑龙舟 你可以继续买一个龙舟来滑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类似的股票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一个选股逻辑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 这一个礼拜的礼拜六 就是端午节了 那我们要提前庆祝端午节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六月份 豪股 我们只推荐豪股 PART2 这一档个股 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把握 我们刚刚讲到 不论是力旺也好 不论是普瑞也好 它一定符合一个条件 叫做关键发动点 所以你看我们320块的普瑞 到今天是367块 我们当初359块半的力旺 到今天是463块 所以你说关键发动点重不重要 所以这一档六月豪股 PART2 你看这个地方打出一个小底部 对不对 然后左边有量 右边有量 这是不是一个关键发动点的讯号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股价 往上走的时候 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你认真选股 你找到 符合我们刚刚所提到 那三个要件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在盘面当中 找到非常强势的一个个股 那如果说过去你没有赚到钱的 六月份豪股PART2 希望观众朋友 你不要再错过这样子的机会 广告当中 拨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员做个联络 好 想要掌握更多庞氏解析 关键下一秒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切 明天 с